要讲的是这一部车 发生太多灵异的事情 有记者也有刑警 半夜要回家的时候 就会听到 然后里面就看到有一个 身影坐在车里 隔天 检察官打电话给他 他说昨天晚上 张老师来梦里面 告诉我 他被埋在一边有山 一边有海 中间有路的地方 结果他们两个真的去找 就找到靠近北海岸 靠近石蒙的地方 下来一看 就是这里 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 遗体的告白系列 这个系列来宾非常重量级 是台湾刑事件事学家 曾经参与过许多台湾的 重大刑事案件 是台湾刑事圈 最顶尖的权威人士 让我们掌声欢迎 谢松散阿善师 今天的主题 其实我们是要来聊 凶杀案的命案现场 是不是真的有不知名的力量 其实坦白讲 这是非常多网友 每次见到我 第一个都会问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是想要问问看 谢主任 你有没有曾经听过 警察在办案的时候 有哪一些禁忌 像我们常常有时候听一些 像命师等等 你是数什么的 你不能到商家 那我们见识人员一接到案子 请问我要看黄历 今天是即日 有没有办法 是不是适合到商家 那你是数什么 你不能到线 那不可能 因为这是你的指诊 但是在命案现场 我非常严格要求的 我非常严格要求的 不能息息 因为尸体人死在那个地方 我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人家是用活生生的一个生命的付出 尸体摆在那个地方 就是给你一个 就像霸体老师一样 而且不能有那种很轻忽 而且很不在乎 很无所谓的样子 我觉得是不是禁忌 这是绝对要禁止的 因为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但是在现场除了不能那个 我基本上心里还会默念 知道吧 就是说不管你是信什么教 希望说我们今天是来 来这里是要帮忙你的 有什么事情打扰了 抱歉 但是也希望你真的有灵能够帮助 这是一个信念 我记得曾经就有发生过 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 他就是很不近 然后戏虐的口味 隔没几天之后他就请假了 然后后来就关心一下 才发现说他生了重病 问了才知道说 那个女孩子在找他了 然后睡觉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就在面前梳头发 他一直看着他 吓死他了 一句话都不说这样 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 要如何尊重看待这些事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职业上非常重要的素养 有网友问说 是不是说因为怕被人家跟 所以在现场是不能讲名字 我们就用代号来详称 你有听过有些人有这样的迷信吗 我是听过有那个记者了 记者他们有时候都会到现场去 记者然后就讲说 哎呀今天你不能讲 这个小冬瓜或者怎么样 或者讲你的名字 其实呢 我是不会很在意的 因为曾经有相命师 一看到我 他愣住 真实的事情 然后愣住他说 你是不是平常的工作 有跟实体有关 我说对啊 嗯 你怎么知道 怎么看出来的 对对对 他怎么看呢 他说你后面跟了一堆人 我的天啊 他说呢 但是这些人 他们呢 有话要跟你说 可是你那个磁场太旺了 啊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相信是有这个东西 我们也常在讲说 很多时候冥冥当中 有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 在推动的某些事情前进 对 包含他可能透过某些方式 然后让这些 承办的远景 有了灵感 有了想法 所以在这里就想要问一下 就主任就是 有没有具体曾经发生过 透过警方 好 他自己的一些宗教信仰 或者他透过某些仪式 的一些力量 然后 进而破案的 我自己承办的 一个叫无师命案 没有尸体的案子 不是说因为 感应或通灵 而破案的 那这个就完全靠着 我们见识的专业 因为嫌犯呢 没有办法解释 他车 他那个就是我们 华语市运势的车 车后面一些血迹 因为呢 我鉴定结果是低流状 而且最后一个 跟他接触的 也是这个嫌犯 后来这个嫌犯就被移送 而且被判死 要讲的是这一部车 在那个大安分局 埋了好一阵子 六年之久 发生太多灵异的事情 有记者也有刑警 半夜要回家的时候 就会听到 你还记得到 然后里面就看到有一个 声音坐在车里 然后呢 有一天呢 那个办案的刑警 来告诉我 来告诉我 他说主任 一个人被埋了 然后呢 可以找到那个尸体 我说你为什么 要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呢 那个失踪者张老师 来找他 他说他被埋在一边有山 一边有海 中间有路的地方 隔天 检察官打电话给他 他说昨天晚上 张老师来梦里面 告诉我 他被埋在一边有山 一边有海 中间有路的地方 我说你胡说八道 你骗我 结果他们两个真的去找 就找到靠近北海岸 靠近石蒙的地方 下来一看 就是这里 可是很遗憾的 最关键的 张老师没有告诉他们 他被埋在哪一个点 他问我说 怎么样去找那个被埋的尸体 我说有啊 要看是时间短还是时间长 时间短那个图有翻新的状况啊 知道吧 还有如果埋的比较浅 那个气味会跑上来 那个 那个上面会有很多苍蝇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草长起来 那个草会长得跟 比别的地方更茂盛嘛 因为底下有尸体 养分给你 后来也请了怪手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哪一个点 那个一整个山 到今天为时张老师的尸体没有找到 另外我现在讲的这个案子呢 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新殿有一个小队长姓蓝 一次呢 他到那个十玄寺 在那个地方呢 去礼佛 结果一进入 那个老法师八十几岁 叫新玄法师 结果一看呢 新玄法师就把他叫到旁边 告诉你 你进来的时候 他除了你同事之外 还有两个人跟进来 他说这样子 你们先到呢 第十殿 地藏王菩萨殿 去休息一下 结果呢 他在假妹 就是小睡的时候呢 突然就梦来了 他的梦境呢 看到一阵烟雾 然后呢 有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 脸色苍白 出现在他面前 那个年轻人讲 我很冤枉的被杀掉 而且被焚尸 杀我的人叫 有人民啊 他又讲他是死者是谁啊 连DNA都不用练啊 对啊不用练啊 回去以后呢 一查 是他们现在正在办的一个 毒品案件的一个 主要嫌犯之一 然后呢 他说 杀了 他不认识 可是丢的地方是在桃园大戏 然后他是在新殿 所以他打给桃园大戏 有没有桃园大戏顶谱虫话区 有没有这么一个焚尸的案子 然后呢 那个大戏分析 说有啊 我们一直查不到身份啊 然后他说 我托梦 他那个人叫 带小队长呢 他就找那个委 因为 是他们在办的毒品案子 当场脸色大变 然后呢 一直讲 怎么可能有人知道 后来呢 一查 然后呢 供出来其他几个人 后来一查 因为良心过不去 可能那个 也有那个使者一直 一直找他 他自己上吊舍 所以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说 我有常常讲 有时候冥冥中自有注定 今天 司法承择不了你 我告诉你 还有另外一个力量 叫做道德的惩罚 所以很多的嫌犯 很多的作案者 警察找不到他 或是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 固定时间 对 使者都会来找他 这不是只有一件好多件 这就是像那个谢主任曾经讲过 就是监狱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就是世俗上所规范 另外一种 一个叫辛劳 辛劳 就是那个道德的惩罚 那个劳是扣在你的心里 你这件事情你会忘得掉 杀一个人 那个惨状你会忘记吗 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真的很感谢阿善士的分享 那我自己是在想 就是不论到底 有没有这些神秘的力量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保持尊重 我们办案呢 当然要秉持专业 但是呢 偶尔呢 你可以也姑且性质了 所以呢 人只要心存善念 知道吧 然后呢 将心比心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灵异事件 也许你没有这样的机缘跟他起 但是冥冥中 他一定会来帮助你 那在这里还是奉劝大象呢 真的诸恶莫诚 派楼不堂击 恭喜派楼不堂击 挤 嗯